做人老实无疑是个优点,但太过老实的人往往活得也窝囊,各种烦恼让老实人的生活充满不顺,也让老实人在做事时充满障碍。 具体而言,老实人为什么容易活得窝囊呢? 现在总结的话,有以下五点原因。 一、老实人多少都有些奴性。 奴性本是一个古代名词,各在现代社会中,一些老实人的骨子里多少怀都有一些奴性,有奴性的老实人往往没有自我,一举一动都受着他人的影响和制约,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为何而存在。 他们才听着他人的指挥而做着自己不愿意做的事的时候,表现得逆来顺受,甚至是心安理得,心平静和。 似乎这就是他们应该过的人生,仁义只有了奴性,想不活得窝囊都难,奴性在和老实人身上的其他缺点相结合,就更容易让老实人的一生都活得窝窝囊吗? 二,老实人总是费力不讨好,老实人一般都不会是懒的人,他们总是一天到晚的忙碌着,不管是不是该他做的事,都会费力去做,可往往讨不到一个好字,这就让老实人在工作上也容易窝囊。 为什么老实人总是费力不讨好,一方面是外因,是因为有些人就是有一种心安理得的厚脸皮,认为老实人费力做事没什么大不了,从不经意领情。 一方面是内因,是因为老实人在费力之后,总是喜欢在嘴上逞一时之快,或者抱怨几句,或者冷语伤人,也就是说,做都做了,却表现得心不甘情不愿,让自己的功劳大大折扣,甚至起到摆作用。 三,老实人不肯主动接近别人,老实人在人际关系上也容易窝囊,最主要的一个原因,就是老实人不肯主动去接近别人。 在与人交往时,只交往合得来的人,不符合其标准或者合不来的人就一干予以拒绝,不相往来,一点也不顾及其中的利害关系。 这种人际交往方式,往好听了说,是不带有功利性,不好听了说,就是太过书生气。 要知道,人际交往也是整个社会利益链条中的一环,如果总是以自己的本性去处理人际,那在需要通过人际解决实际问题时,就容易处处碰壁,窝囊至极。 四,老实人容易受人欺负,中国有一句老话,叫,马善被人欺,人善被人欺,人善不仅是只善良,也包括软弱,胆小,缺乏主见,自卑等性格特征。 老实自然也的其中,现实社会中,老实人容易受人欺负是不可否认的现象,也是老实人活得窝囊的主要原因,老实人习惯与人为善,习惯不争不抢,习惯不予拒绝,所以常常被人利用,也常常受人欺负。 不,作为老实人,要保留老实性格中好的方面,没有必要走向另一个极端,但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,要想不受人欺负,要想活得不窝囊,就一定要有一套保护自己的方法论。 五,老实人喜欢说不好意思,在现代人际交往中,不好意思,是经常要用到一种礼节性语言,需要用到的场合也有很多,老实人往往就喜欢说不好意思,不过,和一般人礼节性的说不好意思不同。 老实人说不好意思,往往是不好意思拒绝的代表词,也是老实人活得窝囊的主要原因,老实人不好意思拒绝他人,也就等于给自己引来了无数的烦恼。 老实人应该明白,很多时候,拒绝并不是逃避,也不是懦弱,更不是偷懒,而是真正的对自己负责,也是真正的对他人负责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